玩游戏是选PC还是PS5 Xbox还是任天堂的Switch 你们看这几家我都凑齐了 下面和各位分享一下该怎么选 这几个平台各有什么优缺点 这个视频我们先说电脑方案 因为电脑的普及率最高仅次于手机 国内外都是这样的 电脑除了玩游戏之外 它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 比如工作学习看电影 视频剪辑生产力等等 我也是先拥有的电脑 因为工作需要 后来为了玩游戏又加了块响卡 后来为了更好的游戏画面和帧率 一直在换响卡 我们用电脑玩游戏 首先要确定分辨率 游戏的特效等级以及帧率这三要素 因为这个和投入的金钱是成正比的 下面分享高中低三套方案 先说入门集 1080P的分辨率 游戏的高特效 60帧的方案 它需要一台3000块钱的电脑整机 目前时间是2023年的3月初 这个价格能买到的配置是 CPU是12100F 主板是H610 显卡是6500XT 如果CPU换成13100F 显卡换成1660S也可以 价格不会差太多 如果想玩游戏的画面更好一些 或者高刷 可以看看6000块钱的整机方案 这个价格可以玩到2K的分辨率 默认的高特效 稳定的60帧 或者说是1080P的120帧高刷 这也是我比较推荐的方案 6000块钱能买到的配置是12400F 加B660的主板 显卡可以上到3060Ti 内存是16G 或者把显卡换成6700XT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一个顶级电脑玩游戏的话 目前来说3万的预算也是够的 显卡是RTX4090 17000应该是够的 CPU用13900K 目前是3000多 再配一块3000多的Z790主板 整机3万是可以下来的 这套3万块钱的配置 可以玩到4K分辨率 默认高特效 甚至特效拉买 绝大多数游戏是没什么压力的 我知道有人可能会说选二手 但是目前这个市场环境 就算预算特别有限 我也不推荐选二手 预算有限可以考虑 10代的i3处理器 目前显卡市场还是比较激情的 可以考虑二手矿卡 比如几百块钱的RTX2060就不错 敢于承担风险才能买 最近我对工作区做了整体升级 虽然桌子不大 但是因为空间利用到位 可以摆下预三家的游戏机 PS5、XSS还有Switch 另外还有两台27英寸的4K显示器 这么多东西放在这个桌子上 也不会觉得拥挤 这要得益于松能的显示器支架T7G 其实我并不是看上了它的颜值 关键是它很稳定 还好操作 还有三部快装模式 比我之前用过的支架好多了 这个支架的特点是底座安装 和市面上的支架不太一样 本来我是不打算再用显示器支架了 但这款支架改变了我的认知 当然了这个支架也有缺点 那就是价格有点小贵 回到正题 用电脑玩游戏有很多优点 比如它能玩到几乎所有的游戏 包括索尼的PS游戏 而且价格很便宜 但是用电脑玩游戏也有缺点 那就是不省心 需要付出一定的学习成本 这集我们简单说了一下 PC玩游戏的优缺点 下集我们继续说 用PS5玩游戏的方案 接下来